这一场蓝白鹤会谈今天看似顺利结束了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今天表示 在会中拍板着国会合作 立委选举将采取着互相来支援的方式 力求其次最大化的目标 但是否会开放柯文哲来为蓝银小鸡们站台 只要等到总统协调完成后再做协商 跟议长先报备过 所以议长应该有跟那个中央去报备过 29号晚上的新北选择之二会 明明是柯文哲的唱字 却看到新北市议长蒋根晃儿子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蒋新章 到场坐在第一排 似乎预告了立委曾击蓝白鹤的可能性 隔天蓝白阵营召开政党协商后 朱立伦马上和侯友谊合体同场 但蓝白双方其中一项共事 要让立委席次极大化 难道国民党已经决定要开放柯文哲 帮蓝银小鸡站台了吗 我们现在是确定一下相互资源 至于开放站台的 我们希望等总统的协调完成之后 我们再做共同的协商 朱立伦雨带保留 但不少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早就表态希望开放柯文哲复选 对他们和朱立伦而言 多一个高知名度 有话题性的总统参选人站台 增加曝光和年轻选票 让蓝白更有机会国会过板 何乐不为 但对侯友谊来说 一旦小鸡都找柯文哲 侯友谊就可能成为弱势参选人 变成蓝白盒之下的牺牲品 敏感问题侯友谊把球丢给朱立伦 再也整合一拖再拖 连开放站台都没能搞定 只是国民党如果对柯文哲敞开大门 朱立伦该怎么对侯友谊交代 从侯柯幕僚会谈到蓝白政党协商 朱立伦和侯友谊角色不同 有鸽子的盘算和最大利益 这盘棋要怎么下下去 不止蓝白之间 就连诸侯都得进一步协调 记者为林彦江开玲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